我想问一下比较私人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你们家就是 到你这已经第五代了 这个宣教的事一代一代传下去 你是怎样教育你的下一代 你的孩子们成为宣教师的 有什么秘诀吗 谢谢 好 谢谢 因为我的下一代还没有成为宣教师 所以好像我还没办法回答出这个问题来 我可以替上一代回答吗 我想你也不是第一次 我不是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 这是我想我们最常被问的问题 其实我想真的到最后面 只能够说主的怜悯主的恩典 我想我们没有什么秘方 你做ABC你做123 就会产生出一个基督徒 就会带出一个宣教师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主的恩典 都是主的恩典 那当然我想在主的恩典之下 我们看到我至少我经历到几个东西 当然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我的这个先祖 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榜样 我想对我有很大很大的震撼 很大的一个震撼 虽然我想也不可否认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相当的抗拒 相当的抗拒这个信仰 但是呢 主的恩典也后来在18岁的时候 就把我带回到主的面前 但是我想我的祖先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对我有很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针对我的父母亲 我非常的知道 非常的知道 他们其实从我一出生就在为我祷告 让我的一生就如同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让我的下一代 让我的孩子是完全被主得着 完全被主得着 若是神呼召他做一个宣教师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但是呢 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信主跟随主的人 我相信我的父母亲 长期的为这个儿子来祷告 第二 我觉得他们的榜样也非常的重要 在家里面他们的信仰生活化 他们不是在教会一个样子 回到家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 今天有可能 常常我们的下一代 面对到信仰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一个瓶颈是 他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爸爸妈妈是一个样子 但是回到家里面看到爸爸妈妈是另外的一种样子 在教会是一个天使 在家里面是一个点点点 自己去天中起好了 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意思 谢谢你的问题 很宝贵的一个问题 求神在我们的当中 帮助我们身为父母亲 能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 能够传承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